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值高位只有中间比较短的时间里是一个底部 微笑的左侧高峰可以理解是由避险资金推动美元 微笑的右侧高峰则可以理解为是由本国经济走强推动美元 微笑的底部是由经济疲软的时候导致的 这个现象在全世界的货币里也只有在美元上面存在 你看商品货币比如澳元纽元家园这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避险情绪升温情况下都是要大跌的 而且一般来说都跌的特别惨 只有在本国和全球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才会涨 它的形态就不是一个微笑顶多是一个三角形 再说说欧系货币吧 欧元英镑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交易量货币 由众多的欧洲国家联合成立来对抗美元霸权 但它还是没有微笑曲线的地位 状态和商品货币其实比较相似 只是力度有所不同 一样的依赖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表现 受全球经济前景的影响是不小的 一旦全球大环境不佳 那这些货币也一样使得一决不振 避险资金是不会留下这些货币的 一般是趋向美元或日元等避险货币 所以美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美国不光是全球目前第一的经济体 而且在GDP PMI等数据方面 即使是加息周期下都还是目前最好的 世界各国购买美国商品 结算大宗商品都需要美元 而且美元可以吸引避险资金购买 信用依然良好和不错回报率的美债 所以对于美国或美元来说 美联储加息或降息都不是一个事 经济不好了 避险资金来美国 经济好了 投资者来投资美国 美元利率高了 资金来美国套利 美元利率低了 美国经济也搞活了 美元又要走强 怎么样都是赢 明白了吧 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